怎么来形容黄毅清 对于这样一个人 仅仅是看了他一个月的微博就知道了 说话不守成信 前前后后闹出来的这么多笑话 自己也是丝毫不在意 脸皮厚的那叫一个厉害 小编都不得不佩服三分 找流氓的理由 让我回忆起 从当初到现在畅通无阻 这下也是看到崔永元的立案通知 这小子也是一秒钟 突然现身到国外再玩过山车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巧合 还是早就预料到 还有网友说 他根本就没出去 就是在自己的家里 真的是哭笑不得 说不知崔永元还在憋着另一张王牌 况且他也没有在 干脆先放一放 崔永元也是再次提到了刘振云 非常好奇的是刘振云 到底是经历了什么 漫漫和冯小刚这些人突见接轨 崔永元好奇的一直就是这个情况 至于黄毅青 还经常删微博 说得阵阵有词 好像根本的高大上一样 明明就是自己做的错事 怕留下后患 像你说的这样阵阵有词 美其名曰说什么长知识 我们要是成天像你这样 岂不是都跑远了 跟你一样人渣 还说自己以后从来都不更新微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